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胡家隆 Simon Wu 我是胡善文 Jonathan Wu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星期的投资理财天地 Simon 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前也有介绍过 第一按揭的投资项目 我知道你今天带了一些资料上来 就是解释这种类的投资有什么风险 任何投资都一定带有不同种类的风险 如果一个投资的项目在现在这个气候 COVID-19环境之下 都能够提供一年7-8%的回报率 肯定会有风险 风险在哪里呢 今天跟大家讲讲不同种类的风险 还有举一个实例给你听 在COVID-19的时候真的出了事 出了事结果是怎样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大家要知道这种是什么产品 这种其实是借钱给发展商 去建住宅或者商业楼宇的借贷产品 但是就拿他们第一个按揭 第一个按揭 用来做抵押 在这个途径里面包含了很多人 还有很多个部分 而每个部分会出错的地方 就是今天所要讲的话题 尤其在COVID-19的情况之下 我们还能够给到 这个产品还可以给到7厘和8厘 为什么呢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理由 就是银行在借钱给这些中小型的地产商 就比较收紧很重要 就是他们可能很兴趣做这些生意 造成就是这个投资的机会 每一个投资机会 就一定带有它独特的风险 风险我们分为三大类 第一就是违约的风险 就是借钱给发展商的时候 你有一个合约的 合约里面有很多条款 而每一个条款的发展商 是违反了的话 我们叫做违约的风险 第二就是建筑上面有风险 建筑下楼坏了 或者建筑商破产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第三就是发展商有没有问题 突然间发展商有一个现金流的问题 比如说它是建造某一部分 它是给不到钱 或者是发展商自己宣布破产 各种这些情况会不会出现 以及出现了之后 如何去控制呢 Simon 每一种类的投资项目 都有包含很多不同的部分 如果我们需要了解风险的话 我们应该考虑每一个部分 对不对 没错 好了 拆开一个投资产品 你必须要将每个产品里面 是参与者的每个部分 就去分开它 然后看哪一个部分 有可能会出错 在这种第一按揭的产品 借钱的产品里面 我可以说是分为五大种类 第一件事 第一部分 一定是有人拿钱出来 叫做投资者 接着就是有借钱 借钱通常是发展商 但是中间谁安排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基金经理 然后借钱的时候 一定是有资产 按揭物业 在途中的发展商 很可能他自己也是建筑商 但若果他只是发展商 而要请人建的话 就有另一部分 就叫做建筑商 或者我们用一幅图的形式 这幅图我以前在以往的节目 有跟大家分享过 大家再看看 这幅图很重要 大家留意这幅图 这幅图 你看到在左手边 就有很多投资者 可能有十个八个一百个 就把钱投资到一个投资信托 你看到下面的圆圈 就是一个投资信托 那投资信托上面去控制他 和管理他 就是一个基金经理 然后基金经理 就是将投资信托里面 收到的钱 就去借给发展商 你看到的箭嘴 由投资信托 去到发展商那里 那发展商拿了钱之后 就要找人建筑商去建物业 那物业就是右手边下面的 椭圆形 那就是我们最主要的按揭的物业 那这个物业 就以第一按揭 即first mortgage 的形式 就交给投资信托 就是每一个来说 投资信托 亦都是投资者所拥有 就握住了这个物业的按揭 就是作为保障的 好了 在这个途中的时候 那个发展商就要定期还利息 你看到上面那个箭嘴 由发展商还利息给投资信托 而投资信托 就以投资者 每一个人投资的部分 各部分 就去给投资者的回报 就是每一个月所收的利息 这个整个系统 你看到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圖 而这个圖里面 每一个部分 都可以出错 可以出错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 就讲一个正正是 因为COVID-19 这个气候里面 就出了事的一个项目 结果会如何 这个出了事的项目 我们在公司非常熟悉 因为在摩尔坡 和离开市中心很近 对吧 没错 这个项目 其实就是我们公司 每个人都很熟悉的理由 就是因为我们公司 有很多客户和我们自己 都参与了 那是什么出事呢 最主要就是建筑商 在COVID-19的气候之下 即这几个月的时候 就破产 在COVID-19的气候 破产一点都不奇怪的理由 很简单 如果我是发展商 或者是建筑商 我是在做几个地盘 几个地盘 就要靠我不停去运行的时候 一路建 我开头 例如我建地基 要放20万下去 如果我放20万下去 我建了半停了 突然间政府说 不让我开工的话 我钱放了下去 我薪金一样可能要照支出 但是那个发展商 或者是借贷的银行 或者是这个项目的经理人 就不会放钱 因为你未曾去到 你本来答应了做那个步骤 那变成了钱放下去 如果你有五六个地盘 都是这样放了钱 收不到钱 现金流一旦出现问题 你就可能会破产 在这个项目就出现这件事情 建筑商真的破产 好了 这个项目本身是2019年6月开始起的 本来的计划就是2020年的8月 就预备完成了 即是预备成的事 即是在这个节目出现的时候 应该已经完成了 三轮你刚才所说的 就是8月就完成了整个项目 9月就应该收回钱 那结果是怎样的呢 那结果是有点出人意料 首先就是8月完 9月就要派钱给客户 这个项目本身就是给8厘息一年 每个月给息的 即是去年开始去年6月 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停过给利息 到今年三四月的时候 建筑商就破产 破产之后 但记住 发展商没有破产 建筑商破产 那个项目就停了 但发展商还有能力 是继续给利息 大家再看看我们刚才说的图 在这个图里面 出事就是右手边 那个橢圆形的建筑商 记住 发展商没事的 发展商的财务还可以的 就是给到利息给那个信托 而信托是没有停给利息的投资者 投资者可以完全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 结果呢 其实呢 基金经理和发展商 就要联手去拯救这个项目 由于建筑的东西 你到三月的时候 停了在这里的时候 要找人去继续 但是那个之前的建筑商 还在握着地盘 这个项目的基金经理和发展商 就要跟那个破产的建筑商的清盘官谈 现在我要拿回搜索 拿回锁匙 然后呢 我要去委托另外一个建筑商去接手 接手的程序里面是可能一两个月 而且呢 也都挺复杂的 你一定要很有经验的基金经理 才能够懂得怎么去操作 和发展商也都很合作 和基金经理呢 就是联手呢 就去将第二个建筑商 放进去 然后呢 就将上一手做到中间的东西 全部再重新整理 记住 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个发展商会有损失 但是在这个投资的项目里面 原来呢 就不是那个投资者 是没有选择 不但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来的 就是整个项目的员工的时间 是推迟了三个月 那么由于现在的物以本 那个疫情是比较严重 我个人估计 可能会推迟到四至五个月 那么由于发展商的利润 有百分之三十或者以上的话 那么那个发展商本身 就不是太过担忧 那么结果是什么呢 但是它违了约 时间拖前了 那个发展商就要给那个罚款 罚款就是给多五厘 就是说投资者在九月之后 到真正完结的时候 那三个月也好 四个月也好 五个月也好 是收每一年十三厘 那么其实呢 投资者在这个project里面 是恩和得福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关注银行的利息 银行的利息 尤其是储备银行的利息 就是和那个定期存款的利息息相关 很多人就是尤其有钱 放在银行做定期的 就是很想利息上升 那借钱的当然不是 在这次COVID-19的情况之下 大家看到呢 就是那个利息是不停向下走的 大家看看这幅图呢 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情况 我将每一次储备银行 和市场上的预测 和那时候的利息呢 就是做一个比较 大家看到呢 每一次那个时间上的预测 跟着有条虚线的 每次那条虚线 要是打横走 要是向上走 都是认为的利息呢 就不会再跌的了 不会再低一点的了 还会向上的 但结果呢 那条深色那条线呢 就不停向下走的 现在目前来说 储备银行的三年的利率 其实只有0.25 而就算是三十年 都是1.86 三十年 你投资三十年的回报率 是每一年只有1.86 你可以见到 未来那段时间的利率 都会相当低的 时间差不多了 下个星期同一星期再见 拜拜